小山跟什麼是全國第一座 職訊家居館全由這份書和法官來搭託 劉動力發展室分加南分數10個分期 正是對我量上 我來分擎六大主題区 來展現到揮返的這份成果 分加南分數中掛廳幫表示 這份加區管 整個分數 所基盤的營建電器 機械電柱 加創意設計頂頂的一份 當分了來分年的家居每天 門湯每天 工業控制 設計來設計 所謂討論 團補科技 漢疾 技術採取 營造 電腦所謂控制機械頂頂 二十多個資料 有超過五百位的這份書 以及學員 歷改的學員 動心協力 發揮了一公二位建設理性 為資料有一百多項學員的作品 靜態的 動態的 我們今年是第四屆的 每年都非常的盛大 去年將近千人 將近四百隊 今年也是三百九十三隊 將近四百隊 預估 比賽下來 大概一千兩百多人 整天 人次的參與 自走車 其實也是現在我們大家最夯的 自動化機器人這樣的一個產業趨勢 結合物理自動控制 機械組裝 再發揮創意 我想很多的老師 甚至國小的老師帶著小朋友來 非常的刺激 而且趣味好玩 也會未來的自動化產業 添加很多的一個助力 這樣一個成果 利用家具館 沒有大主題空間的一個方式 來呈現 大家可以細細的一個觀想 每一樣的作品都非常有創意 而且有它的相關職類 相關的專業技能在裡面 那也看得到我們很多學員的用心跟巧思 劉東烈發電視主比翁玉山表示 分數作為這份南部的基地 這份將來不然也注重社會輸給它鼓勢 機械這些東西 再加上這些創意 就是在我們生活周遭的那些東西 那有一部分的人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做很多的這個研發 然後創造我們這個豐富的生活 那在這個 我們的勞動力發展的事 為了協助民眾就業 所以我們會因應產業的需求 還有我們的這個市場的需要 所以我們會開很多很多的訓練辦事 那尤其是在 十月初一開始 正是對外兩鄉 地匯加基 系統 木造 獨木造 漢節建車 藝術插作 都是非常優秀的創意作品 這份加股官希望它登記電視的方式 將這類訓練成果作品 一次來典現 讓民眾會可以發現 生活中的家事 體驗加基 系統 會露出 經典現這份成果非凡 社群新聞 創明東 加基 齊財文博德